果粒才不會落果 才不會掉下來 這個是一種培植田式的一種方法 就是說次郎他可能就是比較堅韌 比較不會落果 會受粉 會把他比較強的那部分給富有 來 次阿館是第一名的 很專業 我們靠山吃山 採收的話主要是採收富有 我們採富有 好 那我們看完次郎 我們就看富有 好的 來 相當很陡 很陡 有啊 來 次郎你這個園子怎麼炒都很長啊 那個就是我們故意把它滷起來 因為這一段期間都沒有下雨 是故意的啊 這個保濕作用 就像我們敷那個面膜一樣的 對 保濕 所以這個草就是四子圓的面膜就對了 對 像這樣你看 這樣就相當漂亮 這就漂亮了 對 那上面那個白白的就是果粉 這個是果粉 撿的話有沒有什麼特別方法 對準這個鵝片有沒有 這邊扶著 然後 往這邊 怪不得剪到要平平的 對 平平的 怕刺到 然後你要把它削到最頂端 最頂端就把它剪掉 剪掉又怕碰傷的時候 那就等於不下吃了 這一顆應該就是優良品了 優良品 這個相當漂亮 相當漂亮 你看外面一層白白的果粉 這個叫富有 這就是富有 這個跟那個翅膀不一樣 它就沒有那一條一條的 不然你試吃看看 試吃看看 這有果粉 就表示這應該是很甜 很甜的 好 那我就大口吃了 水分夠不夠 夠 我看 水分就這樣慢慢這樣滲出來了 這甜度很高 大概17度到18度左右 好甜喔 真的好吃 果然是第一名的甜試啊 這有十七八度那麼甜啊 這有十七八度 莱薩的笑容自信 原來她種柿子種出心得 很多訣竅技巧 說來頭頭是道 柿子不但得獎 今年更因為風調雨順 颱風沒來 品質好量又大 我們拍攝的十月份 柿子才要上市 豐收的喜悅之外 奶薩有點擔心量大 價錢可能沒有去年那麼漂亮 沒想到五谷不變 品項不分的政治人物 牆為柿子出頭 壞了農民的好事 士林壩位於大安溪中游 民國83年起建 91年開始運作 是鯉魚潭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壩體擷取大安溪水 透過5.5公里的隧道 引水到台電卓蘭電廠 發電後的微水排入景山溪 引入鯉魚潭水庫 供應大台中級苗栗地區的 民生與灌溉用水 一些動物 移民雙魚潭水 山到四和五歧 鯉魚潭水 出頭 Нап給我 是幾級的 一個是11A的 11A就是表示 A 11A表示11兩 11兩 是用重量來分級 那分級大概是從多少開始 從4A開始 4A 對,10A開始 一直到15、16、17、18、19、20也有 20也有 20也有 所以這個是11A表示 已經是很重的囉 那是越大越好嗎 當然越大越好 但是韓國 有的韓國不需要大 它是買不出去的 大部分有的韓國是要小的 喔 這樣子 哇,頭目裡種的這個柿子 好漂亮喔 這個季節剛好正盛產 所以這個季節來吃 這個柿子是最好的 所以現在到市場 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大家多多吃這個柿子 這位樂呵呵的頭目 是泰雅族北市群八個部落的總頭目 他正為了豐收而忙得不可開交 沒什麼機會和我們多聊 一樓樓紅燕燕沉甸甸的柿子 和忙著採收分級的柿農 完全不知道兩個月後 政治人物炒作選舉議題 讓好事多多變成了多勢之秋 還好 田勢產季還沒結束 趕快趁盛產又當令多吃柿子 求個事事順利 如果真的無事可做 或者被城市擾攘弄得心煩意亂 建議你到大安溪上的幾個 泰雅原鄉走走 這裡的森林祕境 原鄉文化和甜美的柿子 一定會讓你泰安舒適 非常穩敵 楊東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